部長 董偉您好 部長您好 您是律師啊 您過去長期關注 兒童跟青少年人權 這點其實我對您非常的佩服 那麼作為一個法律人 作為一個律師 我相信您會特別 去關注 政府是不是 濫權 是不是逾越了法律的授權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談監聽 我們假設一個狀況 假設 今天為了一個貪污罪嫌 監聽了 譬如說監聽我吧 那麼你監聽了我 結果發現某人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說 他昨天曾經在超商行切 那麼我們也去查了說 這個某人啊 他的確昨天到超商行切了 我們去調了這個 可能超商的這個監視器 那我們能不能把這一段他跟我告白 他昨天在超商行切的監聽資料 當我們用切刀罪起訴他的時候能不能拿到法院上說這個就是我的證據 可不可以 報告委員這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說這個監聽他其實要跟本案有關 這是主要他可以運用的範圍 那如果跟本案無關的話 他連用都不一定能用對不對 如果說他是合法取得的話 這有兩個解釋 一個是說他是一個負面表列 不可以的運用的狀況是違法取得的 我現在問你說他能不能把這個我現在先不討論那個部分 我現在問的第一是他能不能拿著這個某人打電話給我 他自白說他昨天在超商行切的 這個監聽資料拿到法院給法官看說他他自成犯了切刀罪 能不可可不可以 我剛剛向委員報告就是說關於這一條法律的規定 通報法這一條的規定有兩面不同的解釋 一個是說違法取得 我問你作為一個律師你的見解請記得 過去你永遠會站在當事人的權力的保障 來對抗政府的濫權 通報法第十八條的規定 以本法監察通訊所得資料 不得提供與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 就是你即便我聽了這個資料 我要用它交給這個某一個機關來作為定罪的證據 都不一定可以哦 必須要符合通報法第五條跟第七條的監察目的或其他法律令有規定 什麼叫做其他法律令有規定 就是在其他法律裡面規定 這個監察的資料是可以被引用作為證據的 沒有錯吧 如果說其他法律規定這個行為是犯罪的 那我用 我為什麼要講違反通報法第五條第七條 那通報法為什麼要規定第五條第七條 要有這些情勢才可以被監察 這非常之清楚啊 羅部長 我再問你 你不用問別人 你做一個法律人 你難道沒有信心可以回答我嗎 你難道做一個法律人良知 你不能可以站在那邊告訴我說 是 沒有錯啊 這個法條制規定是這樣的清楚 所以我今天即便監聽到了 這個人犯罪了 但是很抱歉 我不能拿著這個監聽的資料 除非他所犯之罪 是違反了 是觸犯了第五條第七條 或者是這個法律 我們其他法律有規定說 這個監察的資料是可以被引用作為證據的 我另外跟您請教 我們通報法所規定的第十七條 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全部與監察目的無關 執行機關應報請檢察官 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處之法官 或者他就是應該要 要經過許可要銷毀對不對 因為您剛才引用了嘛 就是說全部與本案無關 什麼是本案 假設我因為貪污罪嫌被監聽 結果你聽到說我有竊道行為 那這個與本案就無關了 大致上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即便知道我有竊道行為 除非這個行為啊 它有可能是跟第五條第七條可能是相關的 這裡面其實還有爭議 但至少起碼的界限在這個地方 否則的話你應該要把它銷毀啊 你不但不能用來作為證據 你還是得可能你還不是必須把它銷毀掉 也就是說你要當作沒這個事情發生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是啊 十七條規定非常之清楚啊 所以你今天不但應該要銷毀 而且你在銷毀之前 銷毀之後你要當作忘了這個事情 銷毀之前 你不管銷毀前後 你都不可以把這個事情告訴人家 這個我們上次其實有請教過 我不可以跟我的鄰居講 欸我告訴你啊 我今天啊 我負責在那邊監聽那個光碟 我聽到了 你看隔壁那個立法委員逗貌黯然 可是他昨天跑到街頭敲傷去抽東西了 我可以這樣子嗎 這樣是不是違法 報告委員 那個通訊監察局保障 我我我問你我這個行為有沒有違法 我我就是要說明 是請說 第五條的最後一項 寫說違反本條 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結重大者 所取得的內容或衍生的證據 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 均不得採為證據 由這一條的規定 解釋起來 就是如果不是違法取得的 證據的話是可以在其他的偵查審判或程序當中去使用作為證據 但是必須要符合通保法第十八條的規定沒有錯吧 對那個就是要看說 所以我現在再問您另外一個問題了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剛才舉的那個例子 說你這個資料與本案無關 你可不可以實際上去告訴別人 他有沒有告訴別人 還是自己就在拜託 不是嘛我問你嘛可以不可以嘛 一十八條是不可以 一十七條可以不可以 哪一條告訴我們是可以的 十七條 或者我具體來問 我們回到這個 我們今天要跟您質詢的本題上面 就是說我們一再的去反覆的去對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為什麼會聽0972立法院這個電話 是因為你監聽了這個戀某人的電話對不對 沒有錯嘛 我們在監聽戀某人的電話 結果聽到0972這個電話 有柯建民的助理打電話給他說 請你會多少錢到哪個戶頭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裡面說不定有問題 就是監聽了0972這個電話 到後來在法務部的 在這個特徵組的這個新聞稿9月6號就告訴我們說 結果發現啊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案子也簽結了 與本案無關 沒有錯吧 要不要我再念一次給你聽 查明該等款向信息之案外人流入 與受假示人無色 這個這個並沒有其他的這個關係啊 所以所以就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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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處理 也沒有起訴 這是事後查證的結果才決定 什麼叫事後 當然是查完之後才會知道啊 對就是監聽過 不是我現在問你說這個就是0972這個案子 戀某人匯錢給柯建民的戶頭這個案子 跟這個本案其實都後來證明是沒有關係的嘛 他後來是證明說戀某人沒有這個匯的錢跟這個案子 沒有關係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案子呢包括柯建民也沒有因為這個案子被起訴嘛 沒有嘛 對但是不能用事後來就說 不是嘛 不不不不不我要請問啊我現在不跟你討論事 我要跟你討論9月6號以後的事情 9月6號以前的事情我不爭議 我這樣講您清楚吧 我現在要問一件事情 這個叫做柯建民的助理用0972打給戀某人 所得到這個過程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講的監察資料的引述啦 因為他不是譯文但是他是去描述那是一件什麼事情 所以我要跟您問說可不可以做這樣的描述 如果他並無設犯罪 他沒有刑責啊 你們在新聞稿也告訴我們說這個案子就沒有啦 我們只是因為這個案子覺得他有問題所以去監聽了 所以你可以告訴我們說我們因為啊 有監聽到他有關聯懷疑有關聯 所以去另外申請監察0972 可是你去描述了這個過程 就好像說我今天申請監察 你羅部長 結果去聽到你其實沒有貪污 但是呢你其實跟另外一件事情有關係 但這個又沒有刑責沒有犯法 結果我去把這個過程開了一個記者會去引述 說我們羅部長刑職有虧 那我可以去這樣引述嗎 我可不可以 他這是為了要向外界 我不問你任何理由 你今天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們認為他有關聯 因為這個電話打到 聯盟人電話的內容讓我們聽到我們覺得有關聯 你為什麼可以去引述這個他的內容呢 他的內容是應該被銷毀 他的內容是不可以被轉述的 他的內容是不可以告訴任何機關任何個人的 為什麼在九月六號特徵組的新聞稿 可以把這個應當要保密的 不得對任何人洩露的監察 所得居然在新聞稿裡面引述呢 報告報告委員 有一個法務部行政院核定的一個 所以那個位建比通保法要高 所得他是不是涉及犯罪 我們甚至有沒有觸犯刑法 甚至當事人有沒有被起訴 我們都可以拿來引述耶 我們只要不要 可能不要把議文拿出來 我們可以去描述這個 我聽到那些什麼 我聽到那個人很糟糕啊 他隨地大小便 他怎麼可以去當立法委員呢 報告委員 報告什麼 關於各支法的一個保密原則 其實先前就有 我在問你通保法 這條文為什麼可以容許 你們行政機關做這樣的事情 我一開始就問你 你作為一個律師 要對抗的就是政府濫權 我描述了這樣的狀況 沒有濫權嗎 那樣的一個狀況 我監聽了你羅部長發現說 你可能哪一件事情 我覺得你私得有虧 無色法律 我居然可以公佈說 我聽了你羅部長 發現你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這個跟法律沒有關係啊 我送監察院 我特徵組可以這樣做嗎 好 特徵組不光特徵組這樣做 我要請問 法務部這個調查報告是你的報告嗎 我該承受責任 法務部的調查報告 同樣的引述了這一通電話的內容 為什麼 法務部去調查這件事情 為什麼可以違法公佈那一通電話的內容 如果內通電話 如果內通電話 跟本案無關 不管是事前或事後 不管是事前或事後 證明了9月6號的新聞稿就告訴我們跟本案無關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可以在法務部的這本調查報告裡面 又再一次去引述那個內容 因為調查委員都認為說不如此寫的話不夠完整交代 是所以我為了要完整交代 我就可以侵害人權 我為了要完整交代 我就可以違反通法法的規定 我為了要完整交代 我也卸除我法務部的責任 我寧可犧牲當事人應有的人權保障 這個就是你當法務部長 做的事情嗎 這也是權衡公共利益 所以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之下 個人利益可以被犧牲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只要是公共利益說 為了我們群體的利益 對不起 你的隱私被我們曝光了 那很抱歉 因為我們人多你們人少 因為我們法務部要證明我們是無辜的 因為我們特徵主要證明說我們是和 我們做這件事情沒有錯 所以你任何一個人 只要我們打著四個字 叫做公共利益 所有法律對你的人權保障 通通可以被踐踏被犧牲 這是你今天做法務部長在這邊告訴我們的嗎 是這樣嗎 我們確實有定人的一個標準出來 你們的標準可以預約法律的授權嗎 沒有沒有預約 所以這是像個資法他們都保留這個空間 所以我要問你的 那一個個案 你沒有回答我耶 假設你們今天監聽了我 說懷疑我收紅包我收匯 結果發現呢 我隨地大小便了 我講的難聽點 我修辱我自己可以吧 你們開個記者會說那個段一康當立委 他們我跟你講每天上班的路上都在同一個電線桿那邊小便 我說為什麼 因為這是公共利益 我們要維護環境清潔 如果照你的解釋是可以這樣 要符合比例原則 什麼叫比例原則 誰決定 為什麼法律明確規定保障人權的事情 行政機關可以說 我可以自己判斷這個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我就違反了法律對人權的保障 你們難道不是這樣濫權嗎 這不叫濫權 這叫什麼啊 這叫什麼啊 你還講得出口啊 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居然不是來約束行政機關 執政者居然是來可以用這個來踐踏人權的 你好意思在那邊講嗎 你自己扪心自問 你做一個法律人 你做一個律師 你過去所做的事情 不是應該就站在人權的立場 來對抗政府的濫權嗎 難道不是這樣嗎 結果你今天作為法務部長 你講得出這樣的話 這是一個這個 我認為這個案子最根本 我認為這個案子最根本的 從916號特徵組的新聞稿 從每一次黃世民到這邊來報告 到特徵組的記者會 到法務部的調查報告 到你今天 監聽事件調查小組 調查報告的執行情形 你每一份報告 通通都在違法濫權 通通都是為了保護你法務部 不踐踏當事人的人權 難道不是這樣嗎 怎麼可以這樣呢 你不會覺得有一點丟臉嗎 很丟臉你有沒有一點羞恥心啊 做一個法律人 你今天在這邊的回答 讓台灣的法治跟人權倒退了50年 你所有的藉口 都是賤人時期 那個威權統治監察人權的政權 用來欺壓人民的藉口 丟臉自己